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头到脚 靴子 皮裤 还有我们的疲惫心 还有整身的黑衣就是要想办法帅气 还有墨镜 平常可能戴运动型的太阳眼镜 但今天呢 要戴比较帅气的 那今天到底是哪一台车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Honda的Raybill 500 这款车其实在去年在国外发表之后 我们台湾马上就宣布说在今年要来引进市场 那我相信其实非常多 尤其比较年轻一点的骑士呢 应该对这台车都还蛮注意的 其实在我们台湾整个市场来说呢 大家可能从黄牌开始引进之后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运动速克达 因为我们台湾人都喜欢骑速克达 运动大洋 再来呢 仿赛车 再来呢 是比较运动型的街车 但是像这种入门级的美式机车 在台湾这块市场里面 是一直缺乏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台车引进我们台湾市场 非常多年轻人 尤其是 你可能不想要玩跑车 不想要玩街车 你比较想要一些手工车 或者说你今天在入手之后 你慢慢去改它 所以这款车在台湾 听说呢 现在已经接了不少的订单喔 那相信大家在这支影片我们推出之后呢 你在下个礼拜 马上你可以在我们 HONDA的各个经销商 可以看到这台车的实车 而且也可以试乘喔 那这款车我们来看一下喔 它今年最新款的到底是哪里特别呢 我觉得头灯是最特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 4颗LED灯 那我们在切换的时候呢 如果是远灯的话 4颗LED灯会全部亮起来 那如果是静灯的话 就主要是上面两颗的LED灯 那所以整体来说呢 外观的造型 我觉得这个4LED灯的头灯 它的辨识度是非常高 另外呢 其实我在整个我们 一开始简报的头影片里面 它有一个示范 就是它有一个车头灯的照 我觉得改上去之后非常漂亮 满期待可以看到我们未来应该会有车主 买车的时候一起把这个车头灯灯 一起把它改好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从整个车身的外观呢 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就是轮胎特别的宽大 这也是我们Rebel 500 这一代所要强调的一个特性特征 前后都是采用一个Fed Tire 大宽胎 那甚至如果说我们把那个胎压打低一点的话 哇 变得超级无敌大 这是一个消化大家不要学 好 另外呢 其实那整个车身旁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水滴式的一个油箱的造型 那再来呢 我们的钥匙呢 是在侧边的 让整个不管是 让它更有一些美式风格 或者说我们在整个仪表这边是非常的干净 就不用 钥匙不会在这边 而是在旁边 那在整个座位方面呢 它的座高非常的低哦 换算起来就69公分 那甚至后座呢 也是算是一个低的设计 那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呢 一直延伸到它的尾灯 尾灯有刻意的压低 所以我们从整个外型来看呢 非常的干净利落 线条从油箱 水滴油箱开始 这边的整个车架的外露 一路到我们的车尾 我觉得它这个外型来说 非常的棒哦 那这当然这也是一个 我们所谓美式机车里面 一个Barber的风格 也可以算是一个比较简单 一个比较极简的风格 就是我们把许多的 不需要的一些配件都把它拆掉 来打造这个Barber的风格 这也是我们Rebel 500 在这一代呢 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特征 另外呢 其实在整个引擎动力部分呢 是471cc的双缸 直列双缸引擎 那在台湾呢 当然是以一个黄牌的 算是一个黄牌的集聚 那价格来说呢 28万8 我觉得非常适合 我们新手来入手 或者说你如果长期来说 你一直有拥有一个重车的梦 或者说大家家里面 可能有叔叔 伯伯 爸爸 长期以来 过去可能骑着野狼 载着妈妈去打拼 那现在呢 可能已经快要退休了 我觉得 若是他们之前 没有机会来接触重车的话 Rebel 500 也非常适合他们来 作为一个入手 那刚刚以整个骑乘杆来说的话 站长在市区里面 有跑了高架道路 平面道路 那我觉得整个动力来说呢 其实算是非常的轻巧 那整个转速来说 从中转开始 低转的话 扭力还算可以 那中转以后呢 它的加速度开始有出来 那你赶快你用 比较快的一个换挡的节奏 你可以换来一个 算是比较轻巧的一个加速度 虽然说动力不是很大 可是在市区里面呢 我觉得骑乘来说算是够用 那另外呢 我觉得 Rebel 500它整个骑乘感的话 因为它整个车身非常的狭窄 狭窄 所以说你不会有一种 就是一般骑美式机车 或者你整个人被撑大 尤其是你的双脚 到你的手被撑大的感觉 那Rebel 500的话 我觉得除了一般 男性的骑士 如果说像台湾一般骑士 如果没有这么高大的话 骑Rebel 500 刚刚好 或者说一些女骑士 要来操控我们Rebel 500呢 也是非常的适合 那刚刚其实我刚才有 其实有载着我们小编 在高架道路上面稍微跑一下 那我有问他说 后座到底好不好做 他说 嗯 其实没有这么好做 而且很容易掉下来 那在这边呢 骑士就可以注意到了 如果你为你再来 牵了Rebel 500之后 载着他 不管是 刚认识的学妹或是女朋友 他们一定从后面紧紧的抱着你 要不然很容易掉下来 这个不知道算是一个优点还是缺点 那我们准车主自己判断一下 那另外呢 新一代的Rebel 500 他有搭配一个滑动式离合器 那这让我们的离合器的拉杆的 你所需要操作的力量呢 少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非常的轻巧 整个离合器操作非常的轻巧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四驱骑程里面呢 四驱骑程 你必须要经常的换挡 或是我们新手 会觉得哇 他离合器好麻烦 但在我们Rebel 500上 因为有滑动式离合器的帮助 所以整个离合器非常的轻 用一只手指头 小拇指都可以很轻巧的来操作 今天呢 大概是整个战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Rebel 500的一个介绍 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来说 对于我们台湾市场来说呢 过去大家可能会选择绑赛车 运动街车 运动大洋 但现在你有一个全新的选择了 一个 一台 黃牌入手的美式机车 那相信很多 比较注重风格的年轻骑士 不一定是想要追求速度 那这一台Rebel 500 就非常适合你 甚至你可以打扮的帅帅的 很穿出你自己的风格 来骑乘这款车 不管在市区里面 或是我们偶尔 假日要到海边啊 或是到山上 去兜兜风 享受一下骑乘的乐趣 这台车都非常适合 我是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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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车介绍再见咯 拜拜